煮了一桌的家常菜 吃不完怎么办呢 有人习惯把剩菜冰起来下一餐吃 但也有人担心隔夜菜产生亚硝酸 有致癌风险 节约洗食和照顾健康 如何一举两得 领口肠跟医院临床读物科护理师谭敦慈 介绍自己身体力行的方法 掌握六招保鲜 全家吃得更安心 第一招 煮好就分装 如果预计隔天要带便当 饭菜上桌后 就先分装隔天的便当到保鲜盒 放凉后尽快冰冰箱 千万别等大家夹完 吃剩后才把剩菜装便当 此时碰到口水和其他饭菜 可能已经助长细菌大量滋生 第二招 量多先配给 当煮好的饭菜量比较多 先分出一餐的份量即可 其余保存在冰箱 减少细菌滋生 第三招 熟食放冰箱上层 要冰隔夜菜或便当时 尽量放在冰箱上层最冷的位置 同时注意生食不要放在熟食的上层 以防血水汤汁污染到熟食 第四招 加热后再吃 吃隔夜菜前一定要加热 将保鲜盒放为波炉加热即可 但若是量多的汤品 则要放炉子加热煮肺较保险 以免重复微波多次而造成食物中毒 第五招 两天内吃完 隔夜菜或便当 最好两天内吃完 有时候剩菜少 又加了新食材烹调 反而越煮越多一直吃不完 比如如果有吃剩的鱼 只要加点葱姜蒜 减少氧化党固存就好 秉持在三餐内要吃完的原则 第六招 罐头开后倒进保鲜盒 打开后的罐头吃不完 不能原封不动直接冰冰箱 建议倒进保鲜盒密封保存 以免细菌滋生过快而急速腐败 赶快记住这六招 为全家人的健康把关 如果喜欢早安健康的影片 请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哦 还要记得去按铃铛 才会接收到我们的通知哦